大家好,今天是2015年9月15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纽交所美股报道,我是赵冰晶 周二美国股市是一路高开高走 五盘过后的涨幅是逐渐的趋于稳定 三大指数都是上涨超过了1% 那么在下午2点时的倒置已经是积聚了超过200点的涨幅了 今天油价方面是出现了大幅度的反弹 所以支持了能源、工业以及金融股的大幅上涨 那么银行股更是三天以来首次上扬 而在数据方面我们看到最新出炉的8月份的零售销售数据 是显示持续增长 反映出美国国内的消费内需是仍然非常稳定 那么美联储将会于明天开始举行为期两天的一个议席会议 会议上将会决定近10年来是否首次加薪 那么会议的结果将会是在周四下午2点中公布 我们来看一下隔夜中国股市 那么对于中国经济减速的担忧是让中国股市暴跌不已 所以在周二的上证宗旨是低开低走 一度跌破了3000点的一个指数关口 尾盘的权重股是奋力反弹将股指拉回 但是收盘时仍然是下跌了3.5% 触及了两周以来的一个地位 但是中文投资网的基金经理沃尔王先生表示 虽然中国股市是隔夜继续的下跌 但是美国市场上债券价格的下跌 以及油价的反弹是大幅度的刺激了股指 所以市场是更多的预期 美联储暂时不会在9月开启加持之路 同时今天股指大幅度的走高 相信一定程度上是与空头回购有关的 短期来看标普500有望再次抽击2000点 截至收盘 道琼斯贵平均指数上涨228.89点 报16599.85点 涨幅是1.4% 标普500指数上涨25.06点 报1978.09点 涨幅是1.28%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54.76点 报4860.52点 涨幅是1.14% 今天纽交所成交了7.6亿股 纳斯达克交易所成交了14.7亿股 交易量继续非常的清淡 今天纽交所成交最活跃的股票前三名分别是 美国银行BAC 福特汽车F 和通用电器GE 纳斯达克交易所成交最活跃的股票前三名分别是 苹果公司AAPL 纳斯达克100指数QQQ 和英特尔公司INTC 那么在个股方面呢 昨天阿里巴巴是严正反击了 巴伦周刊认为其未来股价会腰斩的报道之后 今天中国电子商务研究机构呢 是发布了报道 表示看好网上零售发展的前景 那么调查呢是显示出 2015年上半年呢 中国网上交易金额呢是上涨了48.7% 而昨天呢阿里巴巴也是强调 巴伦周刊呢是用了许多不实的报道 以及误导的字眼来预估其未来的股价 那么在此严正声明过后呢 阿里巴巴今天股价呢是止跌回升 涨幅达到了4% 目前的报价是64美元 我们再来关注通用电器交易代码呢是GE 计划呢将会把在美国的500个职位 移至法国匈牙利以及中国 那么由于呢美国国会是停止了 美国进出口银行对于外国公司的放款 所以通用电器的高层呢是表示 由于无法获得美国银行的担保融资呢 此项决定已经无法避免了 所以今天通用电器呢是股价微涨 涨幅达到了2% 报价是每股25.29美元 而在中概股方面呢康迪车业 交易代码是KNDI 今天公布了7纯电动轿车 将会获得在中国的一个免税资格 所以今天股价呢是上涨了2.9%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美股报导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买工资料